北京事件2020年1月31日凌晨 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列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意味着此次疫情已经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将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 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有史以来拉向的第六次最高级别警报 为了应对流行病毒在全球的蔓延趋势 让各国在疫情出现的早期能及时采取积极措施 防止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扩大其影响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布了国际卫生条例 确定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机制 规定各国附有对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做出迅速反应的法律义务 然而四年之后引起全球第一起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 却是人们常见的病毒 这种病毒有着无数变种 每年都会在全球引发季节性传播 这种常见的病毒在人类历史上造成过极大规模的死亡 而这种病毒引发的疾病被人们称为流感 2013年 距离非典爆发已经过去十年 人们似乎已经摆脱了病毒威胁的阴影 生活一如既往的平静而繁忙 没有人知道 一种全新的病毒将重新闯入人们的视野 带来似曾相识的疑虑和恐慌 2月26日早上7点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传染病专家卢洪舟 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了电话 请他前往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参加对三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专家会证 时间回溯到12天前的2013年2月14日 这一天正是农历大年初五 是传统中国人赢财神的日子 而此时 位于上海市闽杭区的第五人民医院 却接待了两位理性兄弟 55岁的弟弟病情较重 很快因为肺炎住进了医院呼吸科的病房 69岁的哥哥也在两天后住进了医院 2月19日 他们87岁的老父亲同样因为肺炎感染住进了医院 从患者发病过程和临床表现看 卢洪舟认为 这并不是普通的肺炎 我也不能够判定是哪一种病毒 但是总归像流感 禽流感 这一类东西是最常见的 我也担心会不会是其他的病毒 比如像SARS 很快 病人病毒样本的检测结果 印证了卢洪舟的担心 首先排除了已知的病毒 包括SARS冠状病毒 也包括已知的流感 禽流感 那么都不是 那么他们到底感染的是一种什么病毒呢 这种病毒是否能在人群中迅速传播 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呢 人们至今对于SARS病毒的高致死率记忆犹新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历史上杀死人类数量最多的并非SARS病毒 而是一种叫做西班牙流感的病毒 1918年2月末 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震撼 美国Kansas州哈斯克尔县的几位年轻人前往军营 在此之前 他们的家乡已有人感染流感 短短三周内 军营内感染流感的士兵已达1100人 但此时战事激烈 军方并无心顾及 紧接着感染者们便随军队奔赴前线 不久之后 类似的流感病例在亚洲 欧洲和非洲的不同国家出现 到了1918年的秋季 流感在全球大量爆发 一个原因是战争当中无药可制 所以它就大面积地开始传播和爆发 更重要的是一战的时候 士兵是回去了 所以随着士兵带 把这个疾病带到了这个世界各地 所以它会迎接大规模的爆发 而因为没有药物控制 所以就导致这个就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由于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详细的死亡人数统计资料 但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 死亡人数也超过2000万 通常认为有将近5000万人死于这次流感 远高于持续了52个月之久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 当时以美国科学院主席威廉·维尔奇 为代表的科学家们认为 军营里的流感是由流感感菌引发 他们因此制备了流感和肺炎疫苗 结果被军方证明无效 直至20世纪30年代 科学家们借助电子显微镜看到了病毒 才得知流感并非由细菌导致 而是流感病毒 1997年流感爆发的80年后 病原体被确定为甲型H1N1病毒 病毒按照它的表面的两种主要的成分 一个是神经氨酸酶 一个是植物血凝素 这是两种主要的成分 根据这个成分不一样 把它命名为不同的这个种 然后排列组合 那么这种排列组合 按照理论上来说 它可以有两三百种 这种排列组合 面对未知的新型病毒 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尤为重要 它决定着接下来的防控措施 早一天破解病毒基因 就有可能减少无辜生命的死亡 上海的传染病学家们迅速行动起来 必须在大流行前查出病毒的来源 和传播的途径 李姓父子三爷的检测样本 很快被送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由该中心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基因测序检测 疾控中心的流行病调查人员也迅速行动起来 调查父子三人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轨迹 他们发现李老先生的小儿子 在发病前曾经到菜场购买过活禽 而李老先生住所的楼下 也有一个小超市兼卖活禽 这些活禽是否是造成父子三人发病的元凶呢 在实验室拿出证据前 一切都是猜测 因为你这个一个新病毒的出现 你首先是排除现有的 已知的这些病毒 是不是已知病毒的一些变异 它可能是不是属于一个大族等等 这个要先要排除 排除了以后发现不是已知的这些内容 才开始去做这些其他的 当然也是有一些 做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方向的 也不是说完全的大海捞征 经过日以继夜的努力 并参考了澳大利亚等国家 病毒实验室的流感病毒样本 最终上海市疾控中心终于确定 引发此次肺炎的病毒为H7N9侵流感病毒 3月22日 上海市疾控中心将病毒样本 送交中国疾病检测和控制中心进行复合确认 2013年4月1日 一则新闻震惊全球 中国首次发现人感染H7N9侵流感病毒 上海一夜成为全球对抗侵流感的最前线 2013年4月4日 国家流感中心从上海市送检的松江区护怀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鸽子样品中检测到了H7N9侵流感病毒 基因序列分析表明 该毒株与从人体中分离得到的H7N9侵流感病毒株高度同源 活禽一时间成为重视之地 4月4日晚 上海农业部门紧急部署禽流感防控措施 连夜关闭了松江区护怀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活禽交易区 扑杀了交易区内所有禽鸟 并对扑杀后的禽鸟 禽鸟排泄物等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有个商委的有位同志就讲 那没问题 说领导我们今天是4月5号 我们给我们一天工作的时间 我们就是4月7号早上6点开市的时候 我们一定把上海上百几百家的这个活青市场一定关掉 当时的领导就说了一句话 时间太长了 说今天是4月5号 要求大家要求所有的部门 今天晚上连夜行动 4月6号明天早上6点开市 所有的活青摊位全部关闭 而在上海市中心 作为当时上海最大的活青批发市场的三观塘禽弹批发市场 更近乎空无一人 三观塘专业销售活鸡活鸽子等其鸟 没有其他板块 活青市场停业后 大院里除了几个市场管理人员和院内的住户外 很少有人走动 一片安静 传染病不像其他的病 它的这个传播啊 瞬息万变 就是你想好好再研究研究 我们再慎重一点 我们再这个 是不是想把这个决定做得更完美一点 有时候它时间根本不等你 就是当即立断 采取果断的措施 对于这一类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同时 上海全市各医院的急诊 急救ICU 呼吸科专家 迅速被组织起来 随时待命 随叫随到 力保不再有HTN9感染患者死去 关闭了将近十年的超级传染病隔离病房 被重新开启 这个病房 隶属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一旦有疫情来了以后 我们作为上海的公共卫生安全的堡垒 我们可以发挥主战场的作用 57岁的顾先生 是入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专门为HTN9成立的紧急隔离病房的第一位病人 他的妻子余女士被确认感染HTN9病毒后不幸去世 顾先生作为密切接触者被医院留院观察 并在几天后确诊感染HTN9病毒 联系到上海最早出现的一家三口感染HTN9病毒的病例 这让传染病专家们都不禁担心 HTN9是否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因为毕竟是通过呼吸道 如果我们两个近距离 比如说在两米之内 那我一个喷嚏一个咳嗽 这个潭里面就会有病毒 我们近距离没有采取措施 它就通过这种飞沫可以传播 科学家们的忧虑并非没有原因 2009年在美国和墨西哥爆发的甲型HTN1流感 就是一次由流感病毒新型变异株 甲型HTN1流感所引发的全球性流行疫情 它是由禽流感 猪流感和人流感 重新组合而成的新型流感病毒 就假如说两种不同病毒的甲心 同时感染了猪 在猪的体内这两种病毒 它可以基因的重配 混合在一起 那么这种新的病毒的话 它就既可以在人身上流行 又可以在猪身上流行 2009年 这种新型流感病毒 从墨西哥开始 短短数月内扩散到全球208个国家 累计导致1.8万人死亡 直到今天 甲型流感依然是季节性流感中 最容易引发爆发和致死的病症之一 过去一百年间 流感大流行出现过四次 分别出现在1918年 1957年 1968年和2009年 累计感染数亿人 造成数千万人死亡 病毒的不断演变 尽管不时威胁人类的健康 但同时 也对人类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03年SARS和2013年 HTN9禽流感疫情爆发后 公共卫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随着投入的加大 监测预警和应急网络实验室 检测能力也迅速跟上 上海历史上有历次 有几次大的 这个传染病的爆发流行 这些爆发 我们从这些爆发流行当中 我们吸取了教训 那就是预防保健的三级网络 这个网络架构在 就是有疾控中心 有二三级医院 整个的救治体系也在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坚实的 社区卫生服务的网络 这个体系的建设 它也不是一朝一日的 我们也是在 吸取既往的这个经验 和教训的基础上 不断加强这个体系建设 才会有我们后来的 无论是SARS的 这个时候的这些好成绩 还是到13年 HTN9人感染禽流感的时候的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 交上或者说 让大家都比较满意的 这么一份答卷 最后世卫组织会在那次 就讲 就是认为上海和中国 对于HTN9人感染禽流感的防控 是全世界传染病防控的典范 面对不断进化的流感病毒 人们究竟要怎么办 除了公共卫生体系的 继续完善 医学研究的潜质 人类或许还应该审视自身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是否有了足够的重视 流感是最容易被中国人忽视的疾病之一 大部分的人分不清流感和感冒的区别 在通常出现头痛 咳嗽 甚至全身酸痛和发热的症状时 很多人常常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而已 如果你一旦不幸感染流感 或者是普通感冒 你自己不能够鉴别 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要到医院去做检测 诊断明确以后 该隔离的隔离 该住院的住院 避免你的家人被感染 大家看一看这个认识吗 我知道 在流感季节来临时 事先管控和事后隔离 将最大程度的降低流感病毒 在人群中的传播范围 虽然流感病毒的多变 导致流感疫苗的整体防疫效果 没有其他疫苗那么显著 但很多专家认为 注射流感疫苗 依然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手段之一 尤其是对于高危人群 那么谁是高危人群呢 年老体弱的老年人 老年人一旦感染 流感之后 他很有可能发展成肺炎 还有什么人是这个呢 集体居住的 那么还有一拨人 咱们也不能忘了 那就是公共服务人员 他天天在窗口上 接待不同的人 他其实暴露和感染的机会 是非常大的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 最特殊的人群 我们更不能忘记 那就是在医院工作的 医务人员和 医院工作的后勤人员 千万不要把陪护人员给忘记 所以这些高危人群 我们非常鼓励 在季节性流感的高发季节 每年打疫苗 实际上 在和病毒对抗的过程中 人类之所以能控制住 一部分传染病的蔓延 甚至根除部分传染病 和疫苗的研发 密不可分 通过接种疫苗 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 脊髓灰质炎病例 也减少了99% 白猴等传染病发病罕见 而麻疹 新生儿破伤风等疾病的发病率 显著下降 20世纪以来 人类正逐渐看清导致流感的病毒 并与之对抗 而另一方面 流感病毒也在与人类的高频次斗争中 不断强化变异 人类高度密集的群居 和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与迁移 也让病毒散播得更远更快 没有人知道 下一场大流行将会在何时何地发生 但人类始终在为此准备着 病毒和人类始终在共同进化 %,不知道 病毒和人类始终在 病毒再上 听着 您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